大家好,欢迎收看《壮志之篮球》 今年Yogage都可以说是打出了生涯最强的表现 要知道,他本身已经相当强 但很难想象到他可以穿强到哪个地步 今季他就展示了给我们看 可惜的是,他强的同时,队友竟然不三胜 归为他拍档的Jumail Murray 更加是打出了相当差的成绩 他也成为了拖累Yogage的一大阻力 我们就来看看近期的Yogage和Murray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今快他们自从跌冠后,实力都每放月下 他们今天,在对联盟包尾大阪 无私的比赛竟然更加是输球收场 尽管他们的绝对核心Nikola Jogage 依然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全场狂得56分,16个篮板白骨助攻 但球队最终都是输球收场 都完全带显出今快今季冰原短缺 而有很多数据都显示 今季当Yogage在场的时候 今快的进攻效率都是高居联盟数一数二的位置 但当Yogage落场休息的时候 球队的进攻效率都会跌到联盟尾段的位置 其他好像是球队的净效率值 投射命中率、三分命中率都有着类似的情况 都完全反映出球队已经陷入了过度依赖Yogage的困境 毫无疑问,今年Yogage也打出了生涯最强的一个赛季 他今年长军都有着29.9分、13.4个籃板 10.4个助攻、55.9%投射命中率 以及50%三分命中率的成绩 他的强大都在历史中绝无紧有 除去运动能力这些动态天赋 Yogage基本上都是顶级的 无论力量、蓝球智慧、传球、挡拆、内线单打 还是外围投射等等 Yogage也十分之强 他在内线成功率极高的单打 都是他最强的竞争力 虽然,现在的内线球星 或多或少都因为小球时代而有轻量化的趋势 使Yogage面对着大多数的内线 都占据着力量上的优势 而就是这一点都使部分人 都认为Yogage去到旧时代 就会很难这样屈肌 但想心一层 Yogage的力量本身就很强 他即使面对着有着7尺一寸高 重258磅 7尺9寸臂展的Rudy Gobert 都尸毫不落下风 过去有着出色防守的莫玲 他都有着6尺10寸高 240磅 和7尺6臂展 四大中锋之一的 戴卫·劳斌迅 都有着7尺1寸高 235磅 和7尺3的臂展 这些怪物 相信都很难会在力量上处于下风 而事实上Yogage的强 是强在于他的全能性 他即使力量上真的落下风 他都可以用其他的手段去痛击对手 他都可以透过他的射程 手低手 推快攻 顶级的高位拆影 和顶级的敲头手感 去对付那些力量型中锋 剑拆拆招 而且 现在的Yogage 面对着有球无球夹击 和区域联防等的复杂程度 都是比以前高得很多 现代内线 无论是接球的难度 还是出球的难度 理论上 都是比过去难得多 所以都挺好肯定 Yogage 无论去到什么年代 都可以统治到比赛 但可惜的是 在季前赛开始之前 Yogage 都不再是MVP的最大二门 不少博彩公司 开了的赔率 都有其他球员比他高 但是在西昂都已经有住 SGA和Dontich 比他更有机会得到MVP 而在赛季开始之后 即使是胡云的AD 或是陆军的Jason Hitton等人 他们的名字 都比Yogage更多次被大众提及 而基于MVP评选的主观因素 一名球员获得多次MVP之后 再奪得的难度都会越来越大 加上自从二三年夺冠之后 金发他们都没有在夺冠阵容上补强 反而更加因为要避税 而不断削弱球队的阵容 导致阵容深度都直线下滑 剩下两个星期就到平安夜 又到圣诞节了 大家又想好送什么给另一半味呢? 还未预备好礼物 又不想那么无诚意的你 就要继续看下去了 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听过欧植花呢? 欧植花是一种用无线欧植编织而成的花 它们不单只色彩缤纷 而且永不丢借 可以长久地保存你的心意 Nitoko Share Store 有不同种类的欧植工仔和花速给你选择 你还可以选择想要的工仔在花上 做一集属于你 心意独一无二的花 有兴趣可以去IG找Nitoko Share Store 或是装置的类球介绍 仍可享有八折优惠 将情都可以去资讯栏查询一下 而去到今个赛季 在Yokic打出生涯最强的常规赛表现 为球队力玩狂难的情况下 今快所打出的成绩 竟然比上季同时期更加之差 原因都很明显 是出于他队友的身上 以作为对中二当家的Muri 都可以为头号尖把 他甚至 可以说正在浪费Yokic巅峰的头号罪人 要知道Muri他本身在NBA历史中 都是一位相当特别的球员 在他生涯中 都从未入选过全明星赛 或者入选过任何的最佳阵容 但他一到季后赛 就会马上升 他在季后赛的长军数据 都会大幅提升 在二二至二三赛季的夺冠年 他季后赛长军 能够得到26.1分 7.1个做工的成绩 他甚至有些时候 会带回Yokic巅峰头 但去到二三至二四赛季 他就因伤表现下滑 在季后赛首轮 虽然都撕杀了胡仁两次 掩饰了他的不足 但在对木狼的系列赛 都暴露无怀 由今个赛季开始 至今 Muri的表现 都真的难以尽于人意 去中卫暂时都只是出了17场比赛 长军出场36.1分钟 就只有17.8分 4个蓝板 6.2个做工 42%投射命中率 和33.3% 3分命中率的成绩 和上季的21.2分 4.1个蓝板 6.2个做工 48.1%投射命中率 42.5% 3分命中率的成绩相比 都相差甚远 而更夸张的是 他今季已经出场36.1分钟了 比起上季的31.5分钟都多了很多 但他的得分和命中率 和上季都差很远 都反映出 他的退步都是相当之大的 他今季在进攻段 都经常会出现 温球浪贝跌跌撞撞 被人夹击之后 再被人逼出球拳的情况出现 生花符是出现全球失误 明明就要传高球给队友 但就传了给个蓝宽 防守段他的脚步都好像被人绑了圆一样 硬到妈妈都不认得 不时都会被对手简单一个运球之后 就马上过了 他今季在比赛场上的表现都好像 脚的伤势都未好一样 好像都重处于腿筋的伤势后遗症影响 他都失去了过去的那种爆发力 运球的时候都难以摆脱防守者的防守 导致本身运动能力已经不强的他 都更难摆脱防守者 他的头射都受到了更多干扰 他和Jogic手帝手的成功率 都因为他难以摆脱防守者而有所下降 单踏都同样地因为这个原因而失效 令过去金发禁乎无敌的双声二人转都一去不返 同时也令到Murray独自大队的时候 都难以在Jogic休息的时候顶住局面 过去的James Harden 今季的哈利巴顿 在腿筋受伤之后都遇过类似的问题 但太阳的KD在伤后积极復健之后的表现都好了很多 都可见只要努力康复 都是有可能恢复巅峰的水准的 但就我自己的了解 Murray的夜生活都是挺丰富的 当然我都不是KD不丰富 但如果Murray可以放更多力去进行復健的话 或者她的状态都会变得更好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在优赛期 决定代表加拿大出战奥运 令她的伤患始终都未能够康复 她在奥运勉强上场的成绩都是非常之差 存在感都可以说是禁乎零 而加拿大最后都未能够完成奪牌的目标 所以为什么今个赛季 这么快会依赖Jogic都有其原因 而正正就是因为Jogic 打出了历史级别生涯最强的表现 更显得Murray的无能 更令人痛心 为什么Jogic要被这样的队友拖累呢? 不知大家的问题呢?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记得给like订阅支持 喜欢的superfans也有得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